第一百二十八屆玫瑰花車遊行 於二日在帕斯蒂娜舉行 美國空軍B2隱形光炸機低空飛過 為遊行打開罪幕 今年的花車遊行主題是成功的迴響 遊行在8點開始 參與花車、駱魚隊、馬隊 在Orange Grove大道上的起點出發 向右轉入Corrado大道後 經過舊城區遊行去到終點 樂儀隊一批批出場 多手藝術能場和充滿節奏感的音樂 帶動現場氣氛 花車上的騎士和舞蹈員 和觀眾揮手 觀眾歡呼喝彩 鼓掌歡迎 氣氛非常熱鬧 Torrance花車上的飛龍 各備會噴煙 國家冰球聯盟的花車有煙花 其他花車譬如有Teddy Bear 貓、兔子、斑點狗、海鷗、海星 這些可愛的動物造型花車 吸引小朋友和大人的目光 所有花車會在3號早上9點到下午4點 在Sierra Mandere大道附近的終點 開放電出 民眾必須另外購票入場 觀看 閉路 電漏 旗 敬礼 感谢观看